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健康人生 一起来欢迎嘉莲太平医疗网的家庭科医师丁磊丁医师 大家好 主持人好 今天丁医师要跟我们聊聊 其实我觉得这个大家都常常在说的三高 但是大家都知道三高很危险 但近年来有没有对三高有些新的发现 比如说年龄会不会在逐渐降低当中 没错 连小朋友我们都看得到 你知道小孩子做那个学前期的体检嘛 那有的发一个是肥胖就出来 那那些胖孩子我一定给他们抽血 他胆固中会高 你看到他们这个血糖会高 血压很常常检 血压高一般都所谓那个 你要看十几岁孩子他就是borderline 就是正常小孩这个年纪 他血压可能也就是120 70 160 他会就到139 140 然后下面会就8 90 那就高了 所以连小朋友都有这样子的 他绝对是跟你的这个生活环境和你的饮食习惯有关系 那所以近年来就是大概小朋友们都太营养了 或者太吃得肆无忌惮了 对 没错 特别现在COVID大家体重 你知道全美这个肥胖率增加很多嘛 那这个直接肥胖跟这些所有的三高有直接关系 除了肥胖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因素会也带来三高的风险 不爱动啊 不运动啊 不爱动啊 我们中国人的孩子很 当然有很多打球的啊什么 但是跟老美比可能就稍微差一点 就比较宅在家里的多一点 对 不爱动啊 然后当然说吃了一些食物油脂比较高啊 有些孩子不胖哦 对 我就说 不照样他也会有这个 对对对 他跟家族遗传是不是也有关联系 有关 体质有一点关系 有的人能够接受这个比较一段时间的这个 这个不好的饮食和不好的生活习惯 那有些人开始就比较糟 OK 我们刚刚讲三高 刚刚这个丁医师有讲到说 现在小朋友都有 那不同的年龄是不是在血压的指数上 是有不同的这个变动 对 我们正常的这个参照系数是会有点变化的 小孩子会比较低 大家都知道这个140 90 算是成人的血压的高血压的临界点 OK 那小孩子至少130 80以内 OK 那老人家大家可能也听说过 你超过80岁 我们可以放快到150 低压到95左右 对对 因为血管是会弹性会有是正常也会差一点 也会有差就对 对对对 所以小朋友呢 几岁以下的小孩子是在120 一般来说就是18岁以内吧 小朋友 对 18岁以上算成人了 OK 所以就是18岁以下如果 因为他还在发育期 你看他的生肠曲线他是在这样的嘛 到18岁以后他就是平的 就跟我们差不多了 就是一个成人了 我们就要注意的就是说 如果在18岁以下 高血压超过120 但是高血压 高血压来讲不是只看高血压 低血压也要算 哪一个超过都算 都算 你一般来说 有一个比方说有高压高了 高压比如一个小孩如果139 我说那你真的高了 那低压高 那两个有一个就算 不一定两个都高的 OK 那高血压基本上是治不好的 他应该就是要开始吃药了 对不对 还是 也不一定 真的喔 高血压的第一个治疗 第一步治疗是减重 小孩子也好大人也好 减个五磅体重 这个血压会好很多 那有的时候胖孩子 减个十磅体重 那血压再漂亮 就恢复了 对对对 所以第一步是减重 那第二步呢 第二步是不吃咸的东西 不吃咸的 低盐饮食 OK 盐你知道会带到 那个身体里面去 那它就增加压力嘛 第三步是运动 OK 第四个是减压 压力会让血压高 就是生活上的压力也会 压力减压 对对对 因为我们之前常常听到说 血压要一吃了就不能停了 其实到某种年龄 每个人都在问这个问题 其实也不是 所有的血压药 没有一种是成瘾的 没有一种是有依赖性的 会说如果不吃血压 就会再高回来 因为你的血管的弹性 已经变了 所以我们在想说 前面说什么几架马车 一二三四 都不是吃药的 对不对 都不是吃药的 因为吃了药以后 就说明我们让你吃药 说明你能做的都做了 或者你愿意做的 你都做了 结果还是没有感觉 对那剩下 你又要靠药物治疗了 所以我们不会 有些人说 那你先给我吃点药 吃了药之后 那之后怎么办 所以还是要靠自己 我们永远是靠 不管是血压 血糖和血脂 处理方法有类似性 就是让你先stretch到 你能够做的全做到了之后 剩下的 那真的不行的话 我们才 或者前面刚刚 丁医师讲的私医药 都做不到 你就不愿意做 就只能吃药了 因为不然的话 真的会有一个负担 就是我周边有些朋友 就大肆不愿意吃高血压药 因为觉得这个吃了 就一辈子都停不了了 还有一个误区 大家讲说药 有没有什么肾脏的负担 肝功能不好 其实正相反 我们当然能不吃药 我们不主张吃药 所有的人 我至少给他半年时间 除非他血压走斤220 那我跟他吃药了 否则给他半年时间 甚至到一年时间 看说你能不能减重 你能不能把生活习惯 比如烟酒拿掉 这些东西 对对对 那这些如果他做了之后 血压合理了 那就算了 血糖也一样 胆固醇也一样 但是如果说做不到的话 给了你这么长时间 做不到的话 你知道随着年龄 血管是只会越来越硬化 不会越来越软的 对不对 那一线的功能 胰岛细胞不会越长越多的 肯定越用越少 有没有 胆固这些都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在你这个时候 如果说你42岁 你做不到的话 你已经try everything了 那你说指望你52 62做得到 那这基本上不会 机会不大了 对对对 所以不是药物的依赖性 而是说人的已经 就是说到底的 身体的体质的情况 后面血管是会越来越硬化的 所以说你现在 现在开始吃药以后不吃药 那机会不大 那对所谓的副作用 complication 如果血压 血糖和血脂 这三个样也是一样一样的 它会造成 长期的话造成肾功能不好 所以你看到肾功能就往下走 那这是我们一个吃药指针 当我看到说这个人 真的没有 其实没有出现肾功能下降 而是说这个人 确实降不下来 不管用什么方法 那那个时候就是说 生活方法调整不了 那我们就业药不切入了 因为什么 因为胜功能后面马上出问题了 血压当然是我觉得现在 这个一般人 好像到了某个年纪 就一定要面临的一个事实 那血糖跟血脂呢 血糖有很大的基因性 糖并不是吃出来的 很多人说 那我是不是吃糖 其实你没有糖尿病基因的人 我常常跟别人讲 我跟你丢到巧克力工厂 你天天在那边吃 你也吃不吃糖尿病 就不见得吃出糖尿病了 对对对对 那所以那个是跟有方法 血脂有关系 血脂是一个绝对吃的东西 我看当然说有极个别人 基因非常好 我看到有的病人 确实非常好 他那个好胆功虫 HDL都是什么 90几 100几 130的那种 他天天吃红烧肉 他吃猪大肠 那他也没事 他有这个福气 他有这个体积 但绝多多数人扛不住 这个三高会不会是联动性 要来就一起来 前前后后吧 会前前后后 对对 但是糖尿病不一定 OK 那会觉得增加糖尿病的风险 或者有糖尿病的人 我们对血压 血脂的要求特别高 那这几个是 他有点在像一个 一个家族在一起的 但是呢 有些人就是血压 血压和胆固醇膏 这两个是很接近的 有的人没有糖尿病体质 他不一定发出糖尿病 所以血脂跟血压 对 相对可能会比较有关联性 对对 像孪生姐妹一样 因为刚刚这个丁一师也讲了 体重 应该生活习惯 饮食 动不动 这应该就刚好治 这两个会比较紧密关系的 动不动 对对对 今天谢谢丁一师来到节目中 让我们重新的 按照最新的市场状况 来了解了三高的问题 谢谢 谢谢丁一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